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講一個例子 譬如現在很多時候會吵架 想打我的尖 基本上以前可以很快地解決 叫龍在後面 當別人不是有心 但現在似乎不是 當一個有心 社會的空間 被人的空間窄了 很容易不原諒別人 好像地鐵很迫 他沒有心迫你 他會覺得你有心迫過來 人的空間保護性強了 還是容忍度低了 我覺得是容忍度低了 其實香港一向都不迫 何時沒有迫過 但不知為何遇到人 現在是迫甚麼迫 或是有禮貌 已經叫做有禮貌 所以為何我剛才提到 我們會教別人 如何跟別人溝通 或是如何不容易 會燥底 就會先教他 首先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權利是甚麼 你知不知道別人的權利是甚麼 你做一個行為 或者有一個表現 在表現前 你腦袋想想想 但有時不知為何近幾年 大家先不要想想 我又覺得 其實對誰都不好 我覺得對自己也不好 其實每次都在YouTube見 自己的樣子都在上面 但對別人 其實你操完一段 別人都很不開心 其實每一個人 當你的情緒高低起伏太多 其實你自己都會累 你自己都會累 你怎麼會 好 你 你 你